英国举行这场非常难得的比赛 那么场面不像其他的赛跑 应该是竞速运动 看了会很紧张 血脉喷脏 反而有一种非常缓慢的悠闲感 其实这样的蝸牛比赛 是从1960年代就开始了 这一次总共150只蝸牛参赛 比赛历时了整个下午 画面可以看到这些大蝸牛 它们被骑得五彩兵纷 用非常慢的速度 慢慢地奔向终点 赛道是以这个圆圈状来排列的 谁先达到这个外圈谁就获胜 那么赢家的这个奖品 是一整碗的我折